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3-1 个中产档 我想讲一个全城热话话题 似乎又不是很正常 你问我 这件事的严重性 是绝对比一地两检大户好多 一地两检都在其他地方执法 我们今天讲的疑犯引渡条例 或者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 整个香港都是引用 这件事我都觉得很奇情 第一 当然有个香港少女潘晓荣 被他的男友杀害 现在男后还逃离来香港 但他就因为洗黑钱和盗用数据卡 一直都被关押 理论上应该给他保释 很明显是因为台湾这件谋杀案 就不给他 困了一年 现在在高院判,正在等判 谈谈有什么方法解决 第二个问题就是 他在台湾患了杀人罪 但他们跑来香港 但台湾和香港没有一个引渡条例 所以现在政府就说 我们为了避免这件事发生 所以我们就要去修改逃犯条例 没问题 我们就修改台湾 现在不是 他要修改台湾和中国 甚至乎其他 一直都没有印度条例的国家 他说如何修改 其实理论上 这些所谓的逃犯引渡条例 是双边协议 很多事要谈 当年,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双边协议有跟大陆政府谈过 不知道哪一宗案件 总之他当时有跟他谈 就是谈不定 张子强自己 他说你可否引渡回来 如果张子强是香港犯人 可否引渡他回香港受審 最后就是大陆审 但其实也证实了一件事 张子强在香港绑架库号 结果在大陆受審 现在其实你都可以在香港审这一宗谋查 只不过在香港政府 我讲个问题 好吗 因为这个牽涉很多 张子强的一宗案件是这样的 他是说因为你的商量 是在大陆商量的 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不是 其实不是什么 就是你的犯罪 你在大陆做了一个阴谋犯罪 所以你才去大陆受審 结果打靶 就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这个阴谋是没有在大陆刷行的 最后也要在大陆打靶 我先说这个 所以 虽然我仍然怀疑张子强是被大陆洗头艇 弄了过去的 但是问题就是 他法律上是这样的 而香港其实是可以用相同的方法 告你这一条 是的 但是他就要证明 他在香港已经策划了杀这条女孩 他策划 如果你找到他 比如说在网上找一些资料 或者商量过 那你就其实是可以告他的 但是他可能找到网上资料 但是你怕不够有证据 你这样告他 你就放了他 你告他就放了他 所以他不敢做 因为你实际上不够有证据 但是理论上 如果你在香港策划 在台湾杀的人 你可以告他 我说这个基本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最离谱 就是我一般小市民的角度 你台湾有这样的事情 你就解决台湾的问题 你不如又烧其他国家 然后我说到建制派 你现在不是想香港成为逃犯的集中地 不是想强奸犯 谋杀犯全部集中在香港 如果是这样 现在已经集中了 不需要你改了一条例先 就是你不改这条例先集中 就是这些人不合理 因为当我们香港是白痴 另外一件事很离谱 台湾引渡有问题 为何你会烧起中国的 我说一说 其实呢 这一件事最初的时候 就是一个两制 所以如果这个一开了 就真的没有了一个两制 因为呢 为什么一个两制 其实就是在法律流行不到 如果我可以引渡 所以其实中国大陆 是跟全世界国家 大部分国家都有引渡逃犯的 香港人也是有的 那时候有个在加拿大 我忘记了 赖昌星他不是因为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其实因为呢 中国和那里的法例是不同 一法例是不同可以的 还有是有死刑 他要保证赖昌星不可以判死刑 因为我 虽然我和你都是相同的法例 不过你这个法例你是死刑的 我不是 所以有一个法例的不同 或者法例的刑罚不同 你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我记得他也有和法国 我认识过双边条例 最后引渡条例都是谈不成 是的 是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死刑 可能那是一个什么犯 商业犯罪 是的 那你就不同了 所以牵涉到很多法律问题 你会发现 很多法律问题 是很离谱的 有个人就说 为了拘捕这个人 就应该特意去立法 然后这次法 就只立一次 日落条款 然后立即 日落条款 即是为了拘捕 即是为了拘捕他 喂 如果这样得过了以后就更麻烦 是 即是你那样法例 原来是可以实行一次的 即是当时 如果可以这样实行一次 那我下次又再实行另一个日落条款 其实和现在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说 你实行第二件案子 日落条款 那你就没有法律 法律是不可以日落条款的 老实说 当初的时候 他打算救人 有个患器官的 美九十八岁 美九十八岁 那句话 日落法律 日落条款 那个后果 是严重 有一个人 是杀了人的拘捕法案 即是那样东西 为何我们要凌枉无众 那些是一个法律 我们为何会说 疑点归于被告 就是被人拘捕法案 但是 如果不是疑点归于被告的话 你的后果会很严重 在我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周显大师想到那么深远 我只是想一件事 如果你每一件事 都可以用日落条款去单独处理 那现在和政府说的那样 是没有分别的 现在也是一次性过 政府就由特首决定 然后再加上司法的机构 其实是不是一模一样 这个也是这样 这个其实是一样 但至少可以在一个简单 在一个简单的程序 那现在就轮到那些 泛民讲的那些 什么东西 经济犯罪 又什么东西 就是拘捕政治犯 因为其他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 如果你要是一个行政长官 去签一个东西 他等于行政长官批死不反 他不会说 今天17宗引渡 明天25宗引渡去申請 那些已经不是一个能够经测试法程序去去 我想如果到这样的地步 普通经济犯罪 去偷收5-7亿 或者是那些什么东西 是不是强奸 那些已经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了 就是这些令人发指的案子 才会决定 就是很个别的 十年都不会有一宗 那才有可能 如果立法立读 是这样的状况 但问题就是 现在我们常常不信政府 我当然知道 把刀放在头上 不会随时斩下来 随时斩下来 随时斩下来 人都死了 但是现在政府 你不要说 现在之后的立法过程 都是这样的 国歌法那些全部都是 我不要说斩下来 但是我可以随时斩下来 这个权利 这些就是极权政府 成立法律的原因 这个极权政府 洗头艇 有什么办法不抓到你 其实 不许真实太好 那我不同意 如果你这么说 我亦也不同意 你行正站的 也怎么会变戈 你行正站的 也不会沉釁之事 这样说 那便立了什么 下去 như我 现在问题 就是 是否条oc 可以一個民主的國家,會有些殺人反逍遙法案 申譜信案你會看到,雖然他後來又坐牢 日本其實之前也有拍過一部電影 有些殺人反過了一個時效,追溯不到 他就告訴你,我殺了人 容許一個殺人反逍遙法案 這個才是一個法治國家的證明 因為他就證明了給你看 相比我們要懲罰一個該死的人 法論是更加重要的 現在不是,無論所有支持反對的人 他都是針對一件事 我們要看看怎樣搞死殺人反 沒錯,就是剛才所說的 其實我們就是要用法律去針對我們個人的欲望 一次性的法律 是一次性為了他抓他,抓他去坐牢 現在無論一不一次性都是這樣的方向 你這個條犯引渡條例的修改都是一樣的 我都是這樣,我不會用的 特首最多是十年用一次 好過你逐次用 雖然說起來好像不一樣 實際上你又是給特首有一個大的權力 可以令到一個香港人 捉都可以,捉是一件事 起碼我們大家都知道不對 特首是簽罰一個文件 令到那個人會被轉移去大陸審判 這是完全兩件事 當然,我原則上我都是認為 一開始的時候都說 我認為台灣是要有一個引渡條款的 但是引渡條款那個是適合的 我反對大陸 因為台灣是民主國家,我們信任他 我們是不信任大陸 我反而不是民主國家問題 因為我覺得一個兩制是講明的 你說明了,我們寫《基本法》的時候 我們這個是一個Hidden Agenda 即是說是應該不可以有一個這樣的互相引渡的 那為之一國兩制 這個是很基本的 我們很怕拉去大陸 這個是很基本的 就算是經濟派對它 所以最初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去說 去說 現在的引渡 所有引渡條例 大陸、台灣 這個香港是不可以互相執行的 這個是一國兩制的基本來的 是大家最怕的一件事來的 反而資本主義、社會主義 還是其次的 現在我都說的 那不是跟台灣簽證條約嗎? 我想泛民都不會反對 不會反對 沒有問題 但現在給威他入 那件事是不對的 但我講的是 我不反對行政長官 要簽證行政長官那件事是 行政長官那件事是 你不可以很trivial 這樣才能簽得 即是你不可以說 那件事是不很trivial 任你所說的 現在大的問題就是 極權政府就是覺得 那個極權就是我有權 隨時可以用得 現在我們就是不信他那件事 你不能夠用法治的角度 突然看回極權政府 這就是習近平經常做的方法 我們是有法必義 有法必義的意思是 對自己有利的情況之下是必義 對自己沒有利的情況 就假裝不知無意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標準 去看待一個最嚴謹的條例立法 是剝削我們自己的自由 這是我最擔心的地方 所以這個不同理下 這個問題 因為反正我跟你也意見相同的 其實我們也只是贊成台灣 不限制大陸 所以我們不想跟你說 還有一件事 我想全香港都反正只有我一個贊成 我就是覺得 喂 法治的國家就是會有些法善 我贊成 剛才我跟您說 那件事是更加嚴重的 不單止 一次性立法是更加嚴重的 不是嚴重的 這個更加是彰顯了 法治國家的精神 就是一些法治國家 就是彰顯了凌重無枉的精神 好 下次再講其他話題